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玩家来到森林进化论第二场游戏猫鼠大战 祝我开场 一个别赶这么早 本场游戏迎来两位新玩家张北铭 吴泽玲 我们真心社唐年挨在一起 真心社 换牌吗 换 欢迎各位玩家的再次到来 今天要参与的是一个全新的游戏 猫鼠大战 在这个游戏过程中 将从战略制定能力 情报获取能力 沟通能力 反应能力 判断能力 观察能力 等方面考验大家 都没有作战能力 实战 实战 这同样是一场个人赛 森林进化论之猫鼠大战 游戏规则 每位玩家的初始生命值均为20 玩家们却通过六轮游戏获得更高的生命值 当生命值为0时即被淘汰 游戏结束后 存活玩家将根据生命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名 淘汰玩家按存活时间进行排名 每位玩家拥有六张投票卡 六张行动卡 行动卡分为三张偷吃卡和三张捕猎卡 每轮自由交流后 玩家首先需要决定本轮是偷吃或是捕猎 再投票选出本轮为猫的玩家 票出前两名的玩家为猫 其余玩家为老鼠 成为猫的两名玩家 且他们的行动为捕猎 则根据票数高低 一次选择任一名老鼠玩家进行捕猎 可获得当前轮数加三点生命值 被捕猎的老鼠玩家则扣除相应生命值 两只猫不可选择同一只老鼠捕猎 若猫选择偷吃 可获得当前轮数加一点生命值 若票数前二的玩家出现平票 则其中平票玩家都为猫 此时猫的数量大于2 所有选择捕猎的猫 失去当前轮数加三点生命值 所有选择偷吃的猫 增加当前轮数加一点生命值 若没有玩家投票 则本轮无猫 所有老鼠 无论选择什么行动 都将失去当前轮数加三点生命值 若选择捕猎的玩家为老鼠 则该玩家 直接失去当前轮数加三点生命值 任意身份的玩家选择偷吃 只要本轮有猫 都可增加当前轮数加一点生命值 在游戏过程中 除生命值无法交易外 投票卡 行动卡 可自由交易 行动卡只能等量交易 若玩家淘汰 则该玩家手中所有卡牌 将全部与之消亡 每轮不限制投票数量 一张投票卡 只能投一位玩家 可自投 可不投 游戏结束后 将根据各位玩家的生命值 进行排名 并按照由高到低的次序 发放森林徽章 十一场游戏结束后 进行徽章结算 获得森林徽章最多的玩家 将成为新一届的森林之王 现在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玩家 领取自己的卡牌 规则太复杂 记不住 规则确实有点复杂了 规则 规则 我应该当不了猫了 为什么呢 我的这个 你是狗 你是狗 对 纯属 我猫 我猫 你是猫 请偷我 我是大猫 我摊牌了 现在请各位再次阅读规则 并思考策略 猫都是由大家的行动来决定的 每个人都能当猫 并且这个猫又是能攻击每一个人 如果可以把把当猫 那肯定确实很强 其实玩这个游戏的变数还是蛮大的 因为每个人的玩法都不同 这个游戏里面它是没有你面上提前规定核置方向的 所以这个游戏就相比森林进化论来说 会有更多的互相之间的敌对关系 在这个游戏里面更多的可能是需要你去跟别人进行交流 然后谈判 联盟 太难去操作了 首先进入的是自由阶段 私聊间已经开放 限时15分钟即时开始 技术车队先先聊一波 聊 来吧 来吧 我个人觉得第一轮出现多猫的情况会比较大 因为两票 以上是不太可能有人会在第一轮出的 评票的话都掉血 多骂游戏设置其实是对想捕猎获益的猫玩家的一种制衡 他不仅要给自己拉票 还需要去沟通 不要搅局 说直白点其实就是抱团 我的构思是一个四阵营一个五阵营 每一个阵营派选每一轮出去捕猎的人 这两个阵营中各出一位 这样的话是最安全的 可以保证每轮都去捕位 那这么聊的话就是 首先九个人要一起聊 那我有一个提议 你说 假如说我们三个再加一个 四个人过来达成了一致 每人每轮为我们四个人派出去的一个人投一票 就是会有一个四票出去 但每轮每人只损失了一票 大家也保存着实力 然后下一个人又是这样四轮 因为四票我觉得很容易成功捕食 这样可以 就尝试一下嘛 我自己构思的是 团队之间的小伙伴不会互相攻击 这样的话在场上你有一定的保障 因为九位玩家如果都不分团队的话 那各自为战的变数实在是太大了 我想把变数控制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我想说一下 猫的数量一共只有12只 但每个人一定想争取打出两张补试卡 且能补到10 一共有18个人去争12个位置 越往后的轮次当猫 然后并且成功的话 他可能获得的收益就更多嘛 后面你要想能当猫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大 我的策略是尽可能我去早的去消耗叫这个补试卡 承受这个伤害的话 轮次低承受的血量越少 我有想法 好 我也想当猫 好 谁想第一轮上先举手 可以 我想第一轮上 我想说一下 第一轮是不是上去收益是最小的 因为它生命之家的最少 是 所以你上去损失的也是最小的 对 你选择就是什么 R2型理财产品就是第一轮出去 如果你是R5型的 你就第五轮上我们五个当中 对吧 因为你风险和收益变得更高 对吧 就大家评估一下自己想第几轮上 第一轮先投我当猫 好不好 第一轮先投我当猫 好不好 可以 那再次技术上我们商量一下 到底是你们愿意付出多少个投票吗 就一人投你一票 我觉得可以 那这样子投票 等我投票之前 你们把那张投票牌直接给我 我来投 我们要进去投 直接我来投怎么样 肯定是进去投 如果你来投 你都给了你以后 你都留到第五轮和第六轮 没有人能控制你 因为这是四张票 你这变成十张票 进第五轮 第六轮怎么办呢 信任危机 那个我们等会儿 我想好一个策略之后再去说 好 先去看看其他人当猫的意愿 你们有人想激进一点吗 比如说就不止一次的当猫 我 你确定 我想多当猫 你确定吗 那我给你倒一下 好 那你需要的是票对不对 对 我可以拿票换你的投资卡吗 因为我求稳 那我不已经当得上了 我三张票加一张捕食卡 换你的一张投资卡 我觉得她的投资卡会比较有用 因为捕食卡 每个人有三张 还有考试这个多猫的情况 我的预期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 能够真正被用成当作投资卡 你可以选择在后面当猫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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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换 这样我就有四张投资卡 我就可以最多只发动两轮 就是去争取这个猫 其他的我都可以去自己默默地去 加生一支吧 想到猫吗 你想到猫 对 那我们俩交换一下 我给你投票卡 补料卡 你给我一张偷吃 你可以考虑 好 那我们俩就聊聊 我给你两张投票卡 然后一张补料 然后你给我一张偷吃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来 算了一下 其实你能把把当猫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而且你拥有三张捕猫卡的时候 能当两次猫 其实就是把捕猫卡的收益发挥最大化 所以说 我和小和进行一个交易 就是赚了一票的差价 有没有人要当当猫地了 我不想 我想当老鼠 他想当 我有点想当 有没有人要当当猫地了 我也可以当 就是我要当我就当前面的 我不当后面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想要去成为猫的话 那最好是在一开始 一开始可能首先竞争不会那么激烈 而且前面 就是大家可能会更支持一点 需要吗 我给你投一票吧 我需要 有人支持吗 除了抬开 就你的条件只是不会捕猎我们 我不会捕猎你 其次后面我就是肯定因为投我的人 我后面可以帮他 我现在保证我会投给你文涛当喵 当当喵一炮 当当喵一炮 一炮是啥意思 一票 当猫一票 一票 OK 你愿意投我吗 我可以 你可以再想一想 我可以 三票 可以投我 他是许大王 好 三票了 三票 好 恩齐也想当猫 你第一轮你也想当猫 我第一轮想当一下 就你俩当猫 就你俩当猫 那外面还有一个文涛也想第一轮当猫 文涛也想第一轮当猫 那最后我们想要当猫的我们再聊聊 我们不要评票 好不好 对 来 我跟你聊一下 目前的情况是 恩齐他也想第一轮当猫 那目前想当猫的就是三个人了 那我们三个得要聊一下 因为我们三个不要在第一个 第一轮就是造成消耗 同时竞争 对 我就是没有意义的 恩齐 你确定要在第一轮吗 我们可以调整 现在我俩说第一轮 我俩说第一想当的猫 他已经争取到外面三张票了 你可以第二轮的话 我们就没有冲哭 其实我也想第一轮 你OK吗 那第一轮如果我们三个目前明月上的猫没有人退出的话 那我们三个聊一下 可以 可以 你们三沟沟通一下 前两轮当猫其实他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是相对小的 所以我第一轮也想尝试一下 我其实第一轮想稍微稳一点点 不太稳 不太稳 就他们投票你控出来 你不第一轮先让别人试试谁吗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策略 还有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俩当的猫不补试你 对的 我第二轮 但是说实话 我第二轮的风险就会大很多 你确定好 你第二轮我们就第二轮帮你 对 但是帮你的时候你也不要补试我 对 我不会补试你 是 那我们能答应这个协议好不好 好 那我第二轮你们帮我 可以 我们商量好了 恩奇退出 你们要搅局吗 或者就是如果不支持就可以不投票 但是我希望可以支持 很难支持 如果两个人无竞争 那一定是血赚的这两个人 那是剩下七个人都是亏的 等于他们又又掏了票 又被别人捕食 那我跟你们三个再聊聊 争取一下你们 好 离自由阶段结束 还有五分钟 你们愿不愿意投票 我愿意 我刚说了 我投给你一票 我们算要投你一票 那我不投了 反正也没有什么影响 不是还要投出两个人 对啊 那我现在就不投 所以不会影响你们的结果 对吧 你好快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够了票数 他也不会去 再去争第一轮不划算 你们俩是直接投呢 还是把票给你 我相信我给你投 直接给他会一样的 给你投 我给你投 第一轮和第二轮不想当猫 因为就是在跟别人交涉的时候 可能前期要博得别人的信任 目前文涛拉到的票有三票 如果你们愿意投我的话 按照之前的约定的话呢 相当于那我的话就是五票 我是觉得你得掏两票 因为我觉得五个人里很有可能有一个 因为你查不出来是谁没投 好 能拿来怎么可以 我三票 你确定 能够拿确定 一定要确定 不然我们俩评票就完了 他们这边应该能拿到两票 我再同一票 你确定能拿到两票 你能确定是三票是吧 我再有两票 你给两票 两票很容易 因为那是我们两票 两个评票就完了 对的 怎么样你们讨论的怎么样 第一轮的话 如果你们三个都投文涛的话 我没投他 你没投他 我跟他说了 那如果你投我 我可以给你一票 但是你保证你们两个这一轮不会 可以 没问题 你直接给我是吧 对 行 看这个局面发展 他们两个板上钉钉要当猫了 然后就想着 用我自己一张投票卡 这张卡是给你们两个 谁使用都可以的 所以我就达成他们两个 不去捣我的这个 文涛在里面聊 然后我没跟他说话 然后我就跟小和说 帮我传达一下 他我无法保证 这是 好 我再去找他 离自由阶段结束 还是有三十秒 你们三个愿不愿意投我 对 我们最开始说那个 只是少了施楷 施楷投我 施楷先投他 我也愿意遵守 接下来的那个 好 确定好 我确定了 自由阶段结束 请各位玩家回到大厅 进入行动阶段 每位玩家需要先决定 本轮自己的行动 是偷吃 或者是捕猎 请注意 请勿公开展示自己的行动 选择好后 将行动卡放入行动卡槽内 现在进入投票时间 请各位玩家依次进入投票间 进行投票 选出本轮的猫 首先有请一号玩家进入投票间 进行投票 是吧 加油 来啊 我要 有什么好加油的 我在加油 加油 加油 希望我们有猫咪 不然猫鼠大战只有鼠大战了 不看似是猫鼠大战 其实全是狗 一个比一个狗 反正跟人没什么关系 对 请写下你要投票的玩家号码 并将投票卡放入投票箱 你 投票完毕 请二号玩家进入投票间 进行投票 最优务的就是在家 对 你接受吗 三成三是最好的组合 那我们投机去啊 我觉得两票就够了 小河投一票 我投一票 你和黄子不投 三二就够了 然后我们参参说 我们没投 请三号玩家 进入投票间 进行投票 我看看我 八号 OK 八号 我感觉他们 这么 我觉得是 很悬 请四号玩家 进入投票间 五号玩家 六号玩家 七号玩家 八号玩家 九号 请最后一位玩家 九号 进入投票间 本轮投票已经结束 请各位玩家 公示自己的本轮行动 一号玩家 你本轮的行动为 土链 投你了吗 一号给我了 偷吃卡 偷吃卡 能到后边用 尽量到最后用吗 前面还是尽量 能够捕猎 就捕猎 二号玩家 你本轮的行动为 偷捕猎 偷偷的捕猎 三号玩家 你本轮的行动为 捕猎 捕猎 偷吃 偷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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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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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吃 捕猎 我差点上手了 感觉被骗了 九号玩家 你本轮的行动为 偷吃 公布本轮的投票结果 八号玩家 三票 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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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投的 知道 你投吗 那我就不投了 七号玩家 两票 我要投七号 七号我自己投一票 我什么都不投 挂 不投 所以 本轮 七号 八号玩家 为猫玩家 其余玩家 为老鼠 所有选择偷吃的老鼠 可以加两点生命值 选择捕猎的老鼠 将扣除四点生命值 请问 八号玩家 你要捕猎的对象是 好 刚刚呢 我只获得了 三票 其中三四五 其中三四五 有一个人没有投票 有两个人投了 因为两个人 把他检举出来吗 哎 如果你们有已知信息呢 可以像我这个猫 对吧 说明一下 那我肯定会秉公执法 对吧 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也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好 来吧 三只老鼠 因为是这样的 已知你告诉文涛 我们要四票 让你成为第一只猫 所以文涛三票或两票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三个人 刚才也商量了一下 我们少投一票或两票 取决于文涛 收到的票的行为 当时看到的是 一号给到了七号一张票 另外一张票 是没有给到七号的 所以我认为 文涛在已知四号票的时候 他只会投两张票 所以我们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我们安排气票 是谁气票呢 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 对 就先不说了 我们三个人去了一张 对 就相当于你们三个 是共同承担的这个风险 对 我们共同承担这个风险 相当于你们三个人 按照你之前的逻辑 你已经在你们三个人里面 达成了比我们刚刚五个人 更加紧密的这么一个 小团队对不对 最优务的就是三个人 对 你接受吗 三层三是最好的组织 对 那相当于我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有一部分 被你们牺牲掉了 所以在此情况下 我没有办法继续 跟你们继续合作了 可以可以 这都好说 那我三个人里面 我只能挑一个了 如果你要这样行动的话 那就说明你在全场的玩家当中 帮助你的人会被捕失掉 如果我们想背叛你 其实一票都可以不投 如果我们想背叛你 可以我决定了 把好玩家 请做出你的选择 跟别人注定 你没有耽误 你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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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好 我真的 你最好 我真的 自己都蛮莫名其妙的 我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 因为我跟其他人 都做过交易 两张投票卡 我可以给你一票 我们俩当的猫股不是你 对的 就按我们最开始说的 只是少了施侃 我觉得可以 他们三个虽然有一个人 没有投我的票 但是他们至少有两个人投了 虽然有一些小薪资 但是可以理解 那在这情况下 你其实是我完全的对立面 他做到了 就是他承诺的所有的事情 而且他选择的 没有 我的意思是 他们三个人 刚刚起码 就是如果我想继续 跟他们三个合作的话 我现在可以选择到一 八号玩家 捕猎一号玩家 八号玩家将获得四点生命值 一号玩家扣除四点生命值 七号玩家 请选择你的捕猎对象 现在场上 因为你没有投我的票 然后你得了偷吃 你现在血比人多一点 但是我后面偷吃会少很多 不是说现在他血最高 你就要投他 而是看等会儿 接下来最有可能能活到最后的人 你要考虑一下 现在很难说谁能活到最后 前三轮都不好说 你得看四五 那我现在出 我现在补全呢 你给我一个选择 三四五投一个 你帮我报个仇 你觉得是谁没投 你告诉我 我觉得出主意的是四号 七号玩家 请选择你的捕猎对象 很难 那我投九号 七号玩家 捕猎九号玩家 捕猎九号玩家 七号玩家 捕猎九号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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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四点生命值 被刀就是因为 一开始我跟文涛的合作 没达成 就是我跟他有这个 没达成交易的前提 所以他也没有别人可以刀 那他这一点可以来刀 我没有选择刀三四五号 是因为我觉得后面 还有可能和他们有合作 哇 太恐怖了 这个游戏 本轮 各位玩家的实时生命值 已更新 请注意查收 进入第二轮游戏的自由阶段 私聊间已重新开放 限时十五分钟 我们 三四五八要先聊吗 还是 三四五八二直接排了 二你要聊一起 那你为什么刚才就是三四五八 我很介意这个事 你们内部想要竞争第二轮的 先决定好 然后再来拉我们票 可以 好 没问题 先商量一下我们这轮是谁出战 北鸣 我票够 我跟他的约定前提是 我要保证他不被文涛捕食 惊呆了 我没想到他看你 我也没想到他看你 而且我并不知道 八号和九号达成了什么协议 九号选择的是偷吃 我在投九号的时候 他还劝我说不要投九号 那我投谁 他们两应该 他们两应该是有联盟的 第一轮挨一下不一定是坏事 你现在血量少 就是你后面肯定不会被针对 后面更疼 后面很疼的 这样好不好 这样你这一轮你投我一票 我保证我当猫绝对不投你 不是哥 就是你知道 后面几轮全部都 在经历了这个时候 我感觉有些人的话 说已经不能进了 不是 我保证 但是刚才谁给你保证呢 我不知道 我确实没有得到小和的保证 就是 对对对 这那你得到我的保证了 我这么跟你说 这楼很有可能成为一帽 因为有好几个人会投我 然后并且我也会可能会 付出比较多的投票卡 可以 如果这样吧 如果我们大家一起 真的确认你有两票以上 我直接给你一张卡 我这么告诉你 闻涛过来一下 需要你一句话 你能确定你下一轮第二个投 你能确定小和第二个投 咱们之前第一轮说好的 对不对 就是你至少要吃到两票 你才能得到我的信任吧 我下一轮又挨刀了 然后你这个猫还没当成 对不对 对我是可以 我是他和小和嘛 对不对 可以 你是几号 你是几号 我是六号 好 来 给你一张 真的玩不明白 这轮我是觉得 我们四个力要出一个去当猫的 我想当猫 对 越在后面当猫其实就越困难 我觉得提前把自己的这张补猫卡 发挥一下吧 后面再去跟别人进行一个谈判 让他把票给我再当一回猫 这样才会是说一道话的 因为你上一轮没参与 所以你如果要当猫的话 你自己至少出两票 这没毛病吧 可以 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去考虑到说 你是一票还是两票性价比更高 那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投你一票 对 但是我们也这个 要先看其他的猫 我们要看看其他的猫是要当高猫还是低猫 是 对 如果是低猫的话 我们会酌情减票 我们一定会尽可能保证收益且能省下票来 既然是同盟 我们少出票的那个人一定会在关键回合多出的 否则的话全场就可以捕食他 是这个道理吧 是 对 因为如果接下来的猫还是从我们团队里面出的话 至少保证我们不会被成为起火的对象 对 我们来先去探一探口风 可以 然后最终决定一下我们投几票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我们五个先这一轮先退斯凯 对吧 对 我们的猫王已经选举出来了 我们这班斯凯想当猫王 你们已经内部推选你了是吧 对 我们选举出来的 那第二轮谁退出竞争了我想问一下 你们三四五 我们其实是这样 如果你们的对第二轮想当猫 没有那么强的欲望 那我们这边可以出两个第二轮去当猫 然后下一轮帮助你们在第三轮当猫 就这一轮凯克想当猫 我也可以想当猫 你也想当 你也想当 想当啊 你也想当 我也想当 我们三个 那我们想当猫的进行 咱们聊一聊呗 好 我觉得竞争是避免不了的 你不可能每轮只有两只猫 肯定会有竞争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在前两轮没必要就造成多猫这种情况 是 所以比如说咱们三个人有谁是在第二轮是可以退出的 就是这样 我们两个都是自愿愿意投两张票给自己 在一张 我也是 我们打算是以这个五票和四票来胜出 我这一轮有可能是六票和五票 你可能会得到六票和五票 你自己自己投是吧 对 我自己有很多 然后我也从其他那 可以 这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是票比较多 那我们可能有一个人就参与奖 或者是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不投票 其实也省了很多 但是我们也想争取一下 那这样我们再达成一个联盟好不好 我这一轮如果不参加的话 你们不补食我 我觉得这个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谈判 我就没有必要跟它争 我因为我跟它争的话 我也付出很多的投票卡 对我来说不太值 那就是这一轮掉的生命值很高了 不补食你的话 你出一张投票卡 我们就可以不补食你 因为这一轮已经开始掉五点生命值了 那这样 下一轮我争第三轮 你们需要给我一张投票卡 可以 其实是一个道理 用一张投票卡来 你表示一个诚意 就是很简单 下一轮的话 你去当猫的时候 我们给你一张卡 你来不打我们团队的人就可以了 黄子也在 三个人都给你承诺了 这都肯定没问题的 对 行 那先说好我们团队还有文汤 你们这一轮也 你们当个猫也不要补食文汤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一张票 一张票 然后下一轮你要黄一张票 可以 并且保证我来得 好 好 那补食谁呢 那感觉只有依旧能打 是这样的 北明是拿一张投票卡 说不补食他 一张票不补食你 对 对可以 没问题 就你们觉得这样行不行 我觉得只要不补食我 我都可以 那补谁呢 我退出了竞选 你第二轮不当了 我本身要当 然后但是我跟他们合作 我下个人当 我肯定不会补食你 不是啊 那你现在把投票卡还给我 对不对 因为我们承诺的是第二轮 不是那我可以后面再还你吗 好不好 不不不 我们没有后面就是现在 因为你你跟我说的是第二轮当吗 我才给你的对不对 我我先还给你 我先还给你 你第三轮如果还是 就是跟刚刚一样 如果你还能吃到两票 我就再把这张投票卡给你 可以了 可以吗 我现在还给你 好不好 我先还给你 我们这轮补食谁呢 只能补食 五个人之外的人 五个人之外的人 文桃 曹云奇 北明 还有这个泽灵 北明给了他一张卡 那只能补泽灵了 泽灵上一轮被补了 那他又需要被淘汰了 那没得选啊 如果这种情况 哎呀 这太难做人了 反正这轮只掉五血 你只要打一张那个 偷吃卡 就一定是不受影响的 那补谁呢 那现在只有文桃和泽灵了 只有文桃和泽灵了 对 这样吧 我们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聊一聊补食谁的问题 文桃 我可以私聊一下 我能补食的目标 只有你和第一号 你看这样怎么样 就是这轮捕食了你 下一轮你再捕食我 或者我没当上呢 我不一定能当上 就是我想不想当 我不一定能当上 但是现在 我不能摇 摇帮我出票的那两人 对吧 我觉得施楷不会捕食我 就只有你 如果你要捕食我 那我没法说 但因为这一轮是掉五血 我才跟你商量 如果 其实我刚才可以坐上去以后 再啃你 但我愿意跟你商量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是有可能有合作的 你哪怕给我票 让我挨一刀 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但是 那给你票了 你后面就别捕食我了 因为你得到票了 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捕食机会 你觉得对吗 我这一轮给你一张 等你要捕食的那一轮 我可以再给你投一张 可能就是因为 一个是我写 可能稍微多一点 太冒尖了 这样容易被激活 因为场上大部分人 要不然是上一个回合被捕猎过 要不然是我的团队或曹恩奇 所以我觉得 可以捕猎的对象只有文涛 我给你两张投票卡 我这一轮捕食你觉得可以吗 因为你总得要当我一次猫的 我现在给你两张投票卡 让你当上猫的概率更大 然后我现在 我这一轮捕食你 可以 我先给你两张投票卡 我也没有可以捕食的目标了 我也没有可以捕食的目标了 所以只能用投票卡去 弥补他心中的这个 这个心态吧 我的血量还是能扛过这一次的 石凯给我的两张投票卡 我想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我自动退出两轮猫的竞选 哪两轮猫 换来跟大家的合 屁词吃吧 哇哇哇哇 哎我们就去进来商量 进来商量 为什么大家都在碰碰往里走 这跟坐在桌上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问一下 那就坐到桌上去聊吧 要不 我们先说一下 私下说一下两句话马上出去 行吗 好 好 文韬已经同意让我补食了 对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后面就是我们的票的问题 我们可能要防止有人充票 那我们就是需要四分三 我们俩各自投两票的情况下 你可以给自己投三票吧 我可以给自己投三票 然后你们仨去帮助他投四票 可以 我们仨出二十套 下一个人投两票 对 对 行 那这样吧 黄子是下一轮要上的 所以黄子这轮轮休 下次自己多出 然后再下一轮要上的 你下轮轮空 没忙于吗 就是你相当于把一张投票权 把握在自己手里更稳一些 对 我理解 就这个意思吗 我跟阿普 你跟阿普投他 可以 黄子7票 可以 好 自己投自己三票 好吧 自由阶段结束 请各位玩家回到大厅 每位玩家 需要决定自己本轮的行动 请将普时考 放置在前面的卡槽内 请勿公开展示自己的行动 请各位玩家 一次进入投票间 进行投票 选出本轮的猫 不投票 给投个两票 你有病 投一票 到底投没投 不是不让你投吗 不让我投吗 你投了 你下一轮当不上猫了 本轮投票已经结束 首先 先来公布各位玩家的本轮行动 鼓励 鼓励 投吃 投吃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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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吃 公布本轮的投票结果 二号玩家 五票 二号两张 投给二号施楷 投给二号施楷 投给二号 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 一票 其余玩家 没有票 帮主你冲到我这来了 防止出现下刺 二号和四号 各一票 我们在对外公开三票和四票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觉得只会有给我加一票的这种破坏行为 我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 我把两个捕猎者玩家的票数 拉开了距离 一个五票一个一票 当然更稳健的是一个五票一个两票 我自己也是想省一张票 所以我做了这样的操作 帮主厉害了 只要能胜出就行了 二号玩家和四号玩家为本轮的猫玩家 其余玩家为老鼠 所有选择投吃的老鼠 将加三点生命值 选择捕猎的老鼠 减五点生命值 请问二号玩家 你的捕猎对象是 二号捕食 一号吧 二号玩家 可以增加五点生命值 一号玩家 扣除五点生命值 四号玩家 请问你的捕猎对象是 四号玩家 捕食 捕食七号玩家 你就是真的这一轮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人家给票了 行 可以 那我这轮五滴学我不是你 好吧 那这轮我不投票 反正就 四号玩家 捕猎七号玩家 四号玩家 增加五点生命值 七号玩家 扣除五点生命值 本轮 各位玩家的实时生命值 已更新 请注意查收 进入第三轮游戏的自由阶段 倒计时十五分钟 现实开始 来吧 好 我先提前问一句 有没有人要在第四轮竞选 第四轮 我现在想在第四轮竞选 我要在第四轮竞选 所以还有没有其他人 就是还有人要选的话 我就去跟他聊 帮我选的 我会全力地帮他们在第五轮 就我把我剩余的票 肯定都会投入去嘛 第三轮有我要保的人嘛 然后没有办法跳出来 那后面那些高分值 然后比较激烈的轮次 我不参与了 我就只后面 只参与一个第四轮 所以还有没有其他人 然后没有办法跳出来 可以 来就你们俩了 没人抢了 来 走了 着急了 我黄总着急了 黄总 着急了 这轮要当猫了 可以和帮主聊聊吗 可以 对 好 泽灵这边起 好 泽灵这次肯定是想要拿到这个 捕食权嘛 对吧 对 其实每个人至少都要捕食一次 才可能不会死嘛 对不对 对 我觉得第三轮 第四轮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的血量 实在是有点不健康 我觉得如果能够竞选的话 还是尽量捕食一次 对 但是你肯定得需要票 你打算拉谁和谁给你投票 史凯他本身就给了我两票 这个我已经拉到了 那你就等于有了两票 我自己肯定也得给一些 因为我在第二轮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给票嘛 对 他现在有三个人要竞选 我知道你 我还有黄子 总要劝退一个 你不劝退的话 就是神仙打架了 大家都损失 对吧 因为我和黄子是在第二轮 以及之前我们就确立了 这个合作关系 我是本身要到第二轮 我是退了一轮 所以第三轮我是必须要当的 如果这一轮我再不当的话 我觉得真的说不过去了 因为我是站在 我血量不健康的情况下 跟你聊的 对不对 对 我是能理解你的想法 你血量不健康 但是比如说这一轮 如果你最后没有当上猫 那你如果还要去争的话 你这一轮有可能就会 损失特别特别多 也没有 如果猫捕蚀你呢 是这样 你们俩得 你们仨得先沟通好 这一轮是来两个上 那就把黄子叫过来 我去叫 稍等 多少你们 他们想跟你聊聊 就是一号和恩琪还有你 你们三个现在都一定要当猫 能不能协调一下 对吧 你们仨得得聊一下 我把黄子叫来了 我来了 就是我们在聊这个事情 这一轮第三轮 可能是你们早就聊好了 这一轮想当猫 我只是基于我现在血量 不是特别健康的情况下 我想参加这次的竞选吗 我认为我们中间 能不能有一个 比如说达成一个交易 比如说 好 你是一定要竞选的 还是你通过交易也可以这轮补进去 不是 我是按我现在的牌面来跟你说 不是 你的牌面 我问你 你可不可以这把通过交易补进去 不可以 好 我可以 我可以 我这轮我可以退出 那我们来谈交易 好 我们来 好吧 我们来谈交易 那你就跟他聊交易嘛 你跟我就没有关系 主要是他想提出改变的局面 如果我 退出竞选 我有两个条件 啊 你说 啊 第一个 你给我两个投票打 就把他摆在那个房里 然后第二个你不准打我 我一开始还真的想是在第三轮 就当猫的 因为运往后风别的大 但是呢 我这边如果能够 比如说 找到一只张这个 呃 投票卡 然后我就退出来 这个也OK的 我 我已经被连续打了两次 而且是莫名其妙你懂吧 我懂我懂 我懂你的点 而且我第一轮被打 是在给出一张投票卡的情况下 被打了 因为你要知道我的力量 是我可以继续 我们仨就是 刚在这儿 但是我选择退出的话 那我需要的一个点就是说 说实话 我觉得黄克的条件是OK的 一人一张 那不行啊 刚刚才凯打你给你两次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不可能我再付出一张投票卡 呀 那我想竞选和他有什么关系 那你按这么说的话 因为你们是联盟 我肯定不会付出 我肯定不会付出投票卡 对 你们商量怎么样了 我们还在聊 这个投票卡我觉得是这样 史凯他是基于情义 可能给了我两张 是在我被打的前提下 然后我现在参加这个竞选的 如果是真的 你们有这个联盟的情况下 我不想去破坏他们 我甚至是想参与 我可以给你一张投票卡 表达我的情意 对不对 因为我前面被打了两次 我现在想竞选猫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真的 然后我还给了你一张投票卡 就是你看你们两个怎么来决定 反正我个人来说 我一张投票卡 我不太OK 如果是一张投票卡我退出 对 我也不可以 就这样 就你看你要不要用两张 那我觉得 你考虑一下吧 这个不用考虑 其实那我觉得就还是赌一把 好 那就赌一把 那我退出 我退出 好好好 我退出这次讨论 但是我参与竞选 我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那我想的是我帮你争这一轮 你能帮我争下一轮 或者是后面的哪一轮 就这一轮呗 我七张我们直接 那后面那也很难 不是 那你这轮想当吗 我不想当 意思就是你这轮可以帮我当 我可以帮你当 你后面帮我 我觉得我们大概就是 分析一下票型 他可能会出到四票左右 因为四票已足以获得第二名了 我个人觉得 所以说只要我们两个一人出一票 三号就打偷吃脚 现在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六票的情况 他们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失败呢 两个二 两个三 两个一 第三轮我是必须要当的 这一轮我再不当的话 我觉得真的说不过去了 我觉得可以这样 因为这一轮小曹想当吗 你给他投一票 我给他投一票 对 然后呢 打比方说 我自己有四票 他们两个各一票 还是多猫 对吧 但是你给小曹投一票 那你们就是把第三轮搅黄 那你们下一轮不是要跟我们抢吗 对 那么第四轮就很危险了 就是在你们不参加第四轮的情况下 我就尽我的努力帮你们 我可以不打第四轮 我承诺 我今天我就纯打第五 第六 就是 就赌嘛 输了嘛 无所谓嘛 我一看我手上的投票卡 还比较富裕的时候 我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大胆的想法 有一个比较激进 比较高风险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打法 就是在第五六轮当猫 我觉得如果不这样去尝试一下 这个游戏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那第五 第六你帮我 可以啊 因为我不参加了嘛 第五是不是 对 那我觉得就这样 那你把这个给我 投票卡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你就都不要打 我绝对不会打你团队 但是保证你们团队的人不能 不能来就是 搅事 不能任何投票 好吧 小何跟你已经达成交易了吗 你确定好 我们就帮你 还有一个承诺就是 我们俩当的猫不不是你 对 但是帮你的时候你也不要不是我 那我们能答应这个协议 好不好 好 可以 好好好 那你觉得 一张投票卡 一张投票卡 我推 又谈成了 可以一张投票卡 可以 好 然后你之后你还要竞选吗 哪一局想竞选 五到六 我看我有没有投票卡 对 好 如果你不竞选 你记着帮我 可以吧 可以 好吧 可以 好 谢谢 离自由阶段结束 还有一分钟 你跟吴泽琳说了吗 我说了 我退出 行 咱俩沟通一下 这一轮就准备咱俩 然后他们团队人是不会搅局的 然后我们这边也不会搅局 那你再准备付出多少 我的意思是 咱们可以尽量付出相对少的团队卡 或者投票卡 三到四吧 三到四 因为如果真的可能会有人搅局的话 就是可能会出现两个一 我的意思就是我给多的 你给少的 这样各位有剩余了吧 真的 行 走吧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打我 场上的 然后还得看一下有谁是可以打的 主要是我的血量也很低 自由阶段结束 进入行动阶段 每位玩家需要决定本轮自己是偷吃还是捕猎 请将行动卡放置在前面的卡槽内 进入投票时间 请各位玩家依次进入投票间 进行投票 选出本轮的猫 我给你投一票 我给你投一票 好 你一票我一票 看来今天就知道 好好好 本轮投票已经结束 首先 先来公开各位玩家的本轮行动 一号玩家 偷偷吃 不 那个 补猎 我吓死了 二号玩家 偷吃 哎 好吃 真偷吃 三号玩家 偷吃 偷吃 四号玩家 补猎 五号玩家 偷巧 六号玩家 补猎 七号玩家 偷吃 八号玩家 不烈不烈 八号玩家 这是第三张不烈卡了 八号玩家 应该是出的最快的吧 九号玩家 不烈 不烈 杀 十个 到了 不烈 现在 公布本轮的投票结果 本轮 获得投票的 有三人 下轮 出的 都在 ничего 再来 这下轮子 要 再来 就 真的 电视 你要 一次 一个 速度 很快 一定 有 是 电视 他 2票 兩票 我給自己投一票 這一輪我投6號一票 你沒投嗎 我選擇 投票 其實我本來答應投 曹恩喜一票的 連我在內 他自己的話 可能會獲得三票 在他的事業裡面 只要兩張就能夠拿到這個了 那如果我再把這一張不給 然後其他人又有人上票的話 那這一把其實就是 會出現一個多貓的結局 那在此情況下 我覺得場面就會變得更加的 戲劇化一些嘛 可以聊的空間也就更大了 傷心 我覺得有點過分了 對 2號玩家 好險 但是我們的 本輪的貓為1號玩家和6號玩家 其餘玩家為老鼠 誰給我送了一票 你幫幫我就玩事了 黃的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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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氣 1票2號 我覺得 這個遊戲如果一點點變數都沒有 不夠刺激 在我自己率先用過省票的方法之後 我在想會不會有人也這樣省 所有選擇偷吃的老鼠 可以加4點生命值 選擇捕獵的老鼠 扣除6點生命值 1號玩家 請選擇你要捕獵的對象 現在呢是真的是我韜哥寫最多 所以我實在對不起 我投了關鍵的一票 不是 韜哥 按照就是我自己的邏輯來說 首先我在第一輪我給了你一票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受到傷害了 這個責任我沒有問你要 我我幫他我幫他幫他攔著了 你你攔著了 那也你沒有攔住嗎 對不對我連被挨了兩刀 所以這輪實在對不起 那你可以第四輪投我嗎 第四輪我可以投你 我真的可以投你 OK 那你那你那你打我 打 我要捕獵的是7號 1號玩家獲得6點生命值 7號玩家控除6點生命值 6號玩家 請選擇你要捕獵的對象 我跟少幫主他們那個團隊 有個結盟關係肯定不會 然後5號我也肯定不會 7號更不會 本身8號也不會 本身8號也不會 8號 8號這一波這個臨時操作 讓我有點 就是感覺有一種被刺的感覺 真的我感覺我現在腰有點疼 感覺少了一個身的感覺 我是這樣的想法 你看剛剛1號在這種 異正言辭的情況下 他是一定會充高票的 那我願意把這張票審下來 給你接下來自己用 我覺得你這個東西 你要提前跟我說 因為可能咱倆 這確實 咱倆點不一樣是 因為我肯定是有自己的 小九九的 這個我必須承認 我知道你的小九九是在於 可能通過理論或者說服 但對於我來說 我這個東西是信任危機 心裡有愧 心裡有愧 我覺得也是通過小赫這個事 給我打了一個預防針吧 信任這個東西就是 很脆弱 然後9號 你有沒有想說的 反正8號或9號 我可能會選擇一個人來刀 我是可以給你一個 你給我什麼 給你一個投票卡 投票卡太少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你要我投資卡嗎 我不能 我就一張 咱倆交不交換投資卡 你要交換的話 我就不打你 你要不交換我就打你 不是主要是 偷吃卡是一定加血的 沒有沒道理 他給你一張偷吃卡 後面漲的血沒這輪 對 是比這輪砍得多的 他是不會給你的 對 那這輪就不好意思 之後有機會再合作 江湖再見 好 好 6號玩家 不是9號玩家 6號玩家 增加6點生命值 9號玩家 扣除6點生命值 一滴 我的天哪 因為他是捕獵 對我本來就掉了 這一輪扣6滴 再扣6滴 下一輪不要再打我 那我只剩一滴了 沒有人會打我 因為他們肯定是想去打那個 對他排位有競爭關係的人 所以我還覺得當時比蠻安全的 就想著怎麼再去網上再蹦一蹦 進入第四輪遊戲的自由階段 私聊間已重新開放 限時15分鐘 倒計時 開始 除了我和3號 還有沒有要競選的 我 你們不參加第四輪的情況下 我是盡我的努力幫你們 我可以不打第四輪 我承諾 我不競選 你覺得一滴選的可能不競選嗎 一滴選的 你們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不打我 7號玩家 捕獵9號玩家 捕獵 6號玩家 捕獵9號玩家 我挺你一票 謝謝 你可以爭取一下了 我是這是要當貓的 你要競選這一輪了 肯定是要競選 給出你我的誠意 好好好我的保證 謝謝 小和你是不是應該讓你跳一張 直接給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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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們仨先聊一聊誰競選 你們仨先碰一下 來來來 如果這輪你推出的話 我們這輪一定不不是你 下一輪幫我競選 幫你的挑戰就是給你票嗎 可以吧 對待會給你票嗎 可以 每一輪想當貓的時候 都有人來說 你先別當 你讓我來當 我肯定不打你 就是別人跟我說什麼 我願意的話 就是比較容易答應 我讓一步 你後面當我 並且你不打我 那這個對我來說 是有收益的 9號玩家 當時退水了 他的投票卡 是進行談判的一個籌碼 所以我們達成的一個承諾 就是我不不是他 來穩定一個陣營內部的一個合作關係 如果你們需要我的票也可以來找我出 好 反正你肯定不會繳局 我不會繳局 如果我們有需要票再找 好 下一輪幫我競選 不是你現在有個問題 下一輪競選的也有兩個人 幫你你得說清楚怎麼幫幫多少對吧 要不然你下一輪又是三個人 沒人幫他 他不就等死了 下一輪你兩個人 黃子和下 恩奇到目前為止只出過一票 就是說他還有至少五票 也有可能私下交易起來可能有六票 很有可能下一輪會繼續選 恩奇有五張票 他是每一輪都可以直接打五張票 讓自己去捕獵的 且恩奇留了捕獵卡 第五第六輪恩奇一定會有一輪捕的 要不他留捕獵卡到後面扣更多血幹嘛 我的意思是下一輪你的競爭也很慘 一個黃子 對吧 一個是恩奇 恩奇這個人會投我 我會消耗他的票 這是你們的事 但是在我的視角裡 恩奇一定會再競選一輪 否則的話他肯定是先把捕獵卡打空 對吧 我一定只會選第四輪 我現在不考慮第五輪 第四輪選不上 我就放棄 幾票了 三四票應該 反正三以上唄 我自己還有嗎 看你留這麼多投票可更好 誰投了他票 我也想知道 你現在這一輪你有什麼計劃嗎 我我給他投你給他投 對 因為我們團隊本身一直就是輪著就該他的 我這一輪給你一張 等你要補食的那一輪 我可以再給你投一張 哎你不要做我投單 可以啊你需要的話我可以給你啊 對我需要啊我可以啊都可以啊 我們團隊和你們團隊是 相輔相成的呀 相輔相成的就這一輪是我們團隊和你們團隊就是老老搭檔了嘛 你是要高票的還是低票的 我我高我高低都可以 但是我們倆就必須 首先不能有這種一票 我知道甚至兩票都不行 剛上一輪已經有二號一票了 二號一票就是防別人一票投機省票的 對吧 對啊 在下一輪一定會有一個人還會收到一票 不論是幾號 就是最低的那個不能小一點二 你同意嗎 然後高低我覺得只要我們算好 差一票也行差兩票也行 同意 剛剛我試的意思 我們這三票肯定有 那我們這三票 首先達成的票型是一個公開信息相當於是 是我們兩隻貓散發給其他的玩家的 對於單個的想要搗亂的玩家來說 他至少要付出三張票的這個代價 所以這個代價是很高的 一定程度上斷絕就是有單個玩家想要搗亂的這個可能性 可以去省一些票 你就你就只要到四就行 我們不會多投呀 我們多投幹嘛呢對吧 不會有別人找嗎 就比如投三票 我不會 他他說他不會 那這樣我空到大於四 你空到四好不好 我空到四 還是你要三 你覺得三穩的話你就三 我覺得你不應該大聲迷蒙 你倆單獨聊這個 對對對 因為你倆是毛 聽的人越多 誰知道誰會不會上票呢 對你們倆先聊 你要拿到大於四 我就全力保護我們這頓跟成嘛 就我多出一點我我我OK 現在我這有幫主一票 然後一號一票 恩西一票 小和我在爭取一下就沾上我 所以我有五票應該 你的想法呢你是三還是四 我三票應該是我吧 黃子 你上我一票 你要選的話你能上票嗎 這個 我如果不上票呢 但是我不搗爛 也算支持 因為我想五六上 你知道吧 我想留票 好 那我還要去跟誰聊 那我票其實挺小的 你現在手上的投卡卡還足夠嗎 這一輪我給自己上完 故意不成功 我這輪可能只有三票 就是你準備孤注一致了 因為你只有一張不是卡 對 你不找亂的吧 我一定會 那好 我就說了 你空到三 我想留一票的搖擺 可以 真的吧 就是我們照著五票能力 不要緊 你們普世誰想好了嗎 我不知道 不是誰 你知道我普普恩奇人 我們之前互幫互助的小團隊有五個人 這就七個人 就是能咬的人就一和九 九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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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們兩個只能咬一個人 那你一定不是誰 好 比如他補助過你 跟你補助他 我給他票了 他對他在補助我 他就萬恩負義了 二位能否不打我 我打成沖五六 沖的絕對不打你們 我肯定不打你 就是他打不打你 他不知道現在打誰 你 我肯定不想打你 我 我是覺得你 你們倆得有一根打恩奇 恩奇二十五分第一現在是 必須得平衡局勢 你不能讓一個人分居高 我一會兒分最高了 我也會挨打 恩奇血最高也合理 好人 我打他 我打他 不過我跟恩奇談 我後面再撐他幾票 那我補助他用 那我打小黑 可以 就一個打小黑的安心 在確認本輪 只有我和阿普競選的時候 現在實在糾結該補列誰 那你們不能說這事 他剛才給我上票呢 我們不說 我剛才答應了 就不打他了 你沒答應 你沒答應 現在的情況是 我答應了不打他 然後我答應了他 我勸你也不要打他 OK好 沒有問題 那我勸了你別打他 我只能打恩奇了 那你打小黑 我就看有沒有人 沒給我投票 首先看我是不是得到五票 沒有五票的話 我就得找那個人 那我確定我不上票 那我不搗亂好吧 那OK了 我這有你一票吧 百分之百 黃紫然 我給你商量一下 第五輪我跟你一起充貓 幹掉其他的貓 但是這僅限於我們兩個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因為我相信我們兩個人的 這個投票卡 應該現在加起來是最多的 嗯 我手上是有五張投票卡 我有五張 我們雲一雲的話 還是有機會 擠掉第三名的 可以吧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問題不大 因為其實到這個輪次了 已經沒有別的方式 沒有必要了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一定要充的 充的話我們直接搭成結盟 這個結盟只能小範圍的 我沒問題 到時候不論任何的貓 因為我們畢竟這個程度在先 後面你可以假裝答應 也可以不管怎麼樣 無論如何 我們人前聊的一套 是屬於他們的 對 這個私下是我們自己聊好的 是的 這個東西是更不便的 就是絕對是不會發生變化的 好吧 唯一知道我有一張額外補師卡的人 是施楷 所以我想盡可能去爭取他的票 但是他手裡的卡 其實就很少了 所以我當時必須要再找一個人 跟我一起去爭奪某一輪的雙貓 那這個合作夥伴對我來說是助力更大的 然後的話黃子到後面是必須要當兩輪貓的 這個背叛的時候我就回家了 對 你就回家吧 對我就回家 我不來了我上班還行上班 8號現在把捕獵用完了對不對 你到底有沒有把那張捕獵給他 你要是給了你就直接開吃唄就是 這種事能放在外人面前說嗎 真是你這孩子不騙你騙誰 不看你看誰 咱這孩子就是死了 現在怎麼說3號是要補十幾 不知道他們要補十幾現在 3號必須得補十六 恩齊快去交涉吧 可能是你咯 沒事你 我一會會跟阿福問的 那他可能就沒人可以補十了 你能給我上一票嗎 給你上一票還給你 嗯OK 還給你 上一下 跟阿普咱倆聊一下唄 可以啊我們私聊嗎 私聊私聊吧 你有跟阿普說嗎 不會 不是是這樣我我們我們三個聊一下好吧 其實因為我只能付出一張票 要不然就是我投給你嗎 他不要你的票 那你這把就不打我好不好 因為我這票就投給他 因為我是他同盟的人 我上一把我也沒有打那個邵幫助 我也沒有打你啊 離自由階段結束還有一分鐘 等一下我先跟小哥聊 可以 能不能這樣 我後面給你上票 那不行 你要去上票 投票其實對我來說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比如說第三輪的時候 我本人可以打你但我沒有打你 是因為你是上方種同盟 我們是提案說好的 但比如說這一輪 OK 那我是文涛 文涛這邊的 我也希望你不要打我 我認為這是一個平等交換 並且我在這輪會投文涛 其實跟上一輪是完全平等一個條件 我覺得你打我是有點不太公平 你考慮一下 很難因為我現在沒人打 那我上一輪也可以用說我沒人打 然後我去打打你們團隊的人嗎 主要是你現在血是最高的 我和二號是一樣的 這好不好 你看一下我下輪我出什麼 我如果出不是看你就不要打我 你可以去打那些 出了那個偷吃卡的人 因為他們的分數在這一輪會增加 因為我如果出不推卡 我分數一定就不高了 這樣是可以了吧 我想想 你這輪能投我嗎 我直接告訴我的傾向 我的傾向是我想留著票 你不投是吧 對的 然後我也不會投任何人 你就不投票而已 對 你可以在我這邊 你可以是一個確定性的因素 好 好吧 自由階段結束 進入行動階段 每位玩家需要決定自己本輪的行動選擇 偷吃或者捕獵 幾號玩家 請做出你的行動選擇 到我來抱一下 幹什麼 七號玩家不想行動 進入投票時間 你要不你來幫我投吧 我投不下去了 給我投票是這麼困難的事情嗎 我必給你投票 哥哥 你的這一票由我來衝 這遊戲我玩的 這全是人情债 我跟你說 請各位玩家 一次進入投票間 進行投票 選出本輪的貓 九號奧義 九號奧義 已經結束了 現在 各位玩家公視自己的本輪行動 九號玩家 偷吃 八號玩家 是補食嗎 是偷吃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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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吃 偷吃 不利 一頭一頭 不利 蘇卡不利 現在公布本輪的投票結果 二號一票 二號永遠的一票 七號玩家 四票 投兩張 七號 七號投一票 對 七號 一票 好 三號玩家 三號 三號 給我哥哥衝一下 其餘玩家 零票 不投票 不投票 本輪的貓玩家 為七號玩家 和三號玩家 其餘玩家 為老鼠 所有選擇偷吃的老鼠 加五點生命值 所有選擇捕獵的老鼠 減七點生命值 七號玩家 你要捕獵的對象是 開始折磨 誰想被我捕 我覺得需要有一顆 很強大的心理去玩這個遊戲 當毛成功了之後 發現最難的是 你要選擇去捕是誰 我再說一下 這輪給我投票的 一號 四號 六號 對不對 對 我肯定不會補 然後九號達成協議了 也不能補 三號補不了 還剩二五八 我補八號吧 遵守承諾了的 危險 開始了 開始了 是否確認 我是遵守承諾了的 沒事 八號沒有補師卡了 吃不了你後面 我有 七號玩家 是否確認 那就八號吧 八號吧 七號吧 七號玩家 捕獵八號玩家 七號玩家 增加七點生命值 八號玩家 扣除七點生命值 八號玩家 我在一開始跟他聊的時候 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節目 因為這個遊戲 沒法就是從頭到尾 都節目 我是這麼覺得 我覺得大家應該能夠達成這種共識 沒有必要綁得那麼死 所有的身份 都是由大家的行動來決定的 那在此基礎上是一定意味著 短期的合作和分盤 以及新的合作和新的分盤的 三號玩家 你要捕獵的對象是 來吧 出題了 你看一下我下流我出什麼 我如果出補師卡 你就不要打我了 你可以去打那些 出了偷吃卡的人 三號玩家捕獵六號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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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果斷 沒有為什麼 三號玩家捕獵六號玩家 三號玩家增加七點生命值 六號玩家扣除七點生命值 壞貓 這種感覺爽嗎 好 本輪各位玩家的實時生命值已更新 請注意查收 你怎麼越來越多 我偷吃啊大哥 二號真能吃啊 現在馬上進入第五輪遊戲 首先是自由階段 倒計時十五分鐘 開始 OK 來吧當貓子 舉手啊 當貓子舉手 第五輪的時候 競爭壓力會比較大 王子到後面是必須要當兩輪貓的 在後面幾輪 怎麼樣能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嗎 凱開 你想衝一下嗎 你願意嗎 我肯定不願意 我還要衝呢 我必得衝呢 我是覺得可能會出現評票 那我也得衝 你考慮一下 評票的話 咱們都掉血 都掉血你不砍我呢 那我們一會可以聊一下 當忙了啊 好 五號 開始了 誰還沒當過 九號你不舉手 九號你舉手吧 我求你了 你至少給你抽票 真的求求你了 就六滴血了哥 給你抽票 你舉吧 你舉手吧 是這樣 我給你個建議 走 那我們咱先聊一首 我的想法是 你保留你要這輪競選的權利 如果沒人跟你爭 你可以直接和黃子 你們兩個 就直接輕鬆取勝 如果有人爭 你一直堅持 直到那個人願意給你卡 要卡的同時讓他保護你 黃子這邊我可以幫你承諾不擔 但是現在的移植條件就是外之輝恩奇他這一輪他一定會上 這是我曾太太得到的信息 但是你只要堅持的話 恩奇就可能會不上或者說是付出卡讓你退 在座的都是不當的嗎 在座的都是偷吃的 在座的都是 貓都進去了 然後我背著貓說我想當貓 我就這麼說 可以 我還有一張補師看 我只能冒險充一波了對吧 我給小何充一票 不行 九號 看他九號吧 九號有點 有點可憐 我給九號 好 當不當 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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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 九號我跟你說 你直接把那張補列放上去 九號你這麼說 你補死誰吧 這你還超重嗎 第四輪上 我自己用了一張補列卡 然後又被阿浦攻擊 這個對我來說真的是傷害特別特別的大 所以我在第五輪的時候就想看能不能有一些改變吧 因為我後面那輪都是偷吃卡 我覺得與其被動不如主動一些 我先跟九號溝通行嗎 走 走 現在是這樣我兩個偷吃所以我現在不能去 你想要補食但你現在沒有補食卡 阿浦咱倆咱三個一塊聊一下吧 也沒什麼好避諱的 你剩下的都是偷吃的是嗎 反正你還要補食 我沒有補食 那你能給我 我可以給你上一輪 因為你上一輪那個退了嗎 對 不是阿浦這樣 阿浦咱們就直說嘛 就你現在還有幾個投票卡 在我當上一輪貓之後 後面的車上的投票卡 其實它的作用更多是用來保命 9號玩家他在未來一定會當上一輪 請讓他不要補食我 我我 你能不能給我一些 作為一個上回你攻擊我的補償 我給你要給他 我們是上一輪一個補償 你給我 給我一些就作為補償嗎 你可以給你也可以不給嗎 給吧給吧 上一輪補償 賠償 往外人停了 就是這一輪和下一輪你都想上 一定 對因為我手上現在還剩兩張補償卡 我沒有給自己留 我把自己的退路全都斷了 這次爭取小貓 最後一輪大貓 或者是最後一輪打不過別人的情況 還要當小貓 對 所以這一輪要保留實力 對 同時呢你可攻擊的目標現在有誰 其實除了一些 因為你看像 4號7號他們 小弟我給你這麼多建議 能不能不攻擊我 那肯定不能攻擊你 上來給你一個被刺夸 那我是什麼對不對 那我們刨開別的 沒有任何利益關係 對 然後左邊還有一個6跟8 對 我們沒有合作跟沒有關係 我覺得6可能會上來衝鋒 他有可能 對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跟8和2聊一聊 誰願意給你卡 對我就跟他們聊一聊 對你可以不打他打另外一個 哎沒錯 好就只能這樣了 如果都給的話那我就打分高的 行 你們倆只有透吃了 來來來來來 群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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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你身上座 你身上座 你們倆只有透吃了 對 還有卡嗎 什麼卡 你一張都沒了投票 主要我想最後一輪當 你想最後一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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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最後一輪當 你想最後一輪當 你什麼時候冒出這個想法 從他只有一張牌 但是人員不錯的時候冒出這個想法 可以啊 那我們倆都會 可以啊 第一輪的競爭也很激烈 那時候大家會消耗很多卡 那我的卡最多 我第六輪是有絕對優勢的 你還有卡嗎 有我這一輪可以幫你搗亂 你幫我找 對 我有一張票 你這樣 這一輪我們讓沒有貓出現 你拿張票出來可不可以 就是等於說你拿一張出來 你拿一張出來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下一輪五張票 對不對 我現在已知的幾個 手上有票的 光竹還有至少還有四張 阿普還有三到四張 我去問他告訴你 你去問人 人能告訴你嗎 哥 你現在想法是這一輪先繳 然後下一輪再和他一起衝 我是覺得這一輪不要讓貓出現 我才有機會拿到第一 三十第一 而且除非我能夠達成跟別人 對我不進行捕獵的這個交易 當時在我手上票不多的情況下 也沒有人找你去進行這個交易了 我先算一下投票卡 你先算一下投票卡 你還有一 我還有一 三號可能是三 去算一下這個投票卡的這個多少 看有沒有翻盤的可能 現在要當貓子是8號 5號 4號 幫主要當成貓子 肯定要補我 是吧 我覺得幫主容易 是吧 你現在手上還有三張嗎 沒有 兩張 一張 只有一張了 我第六人就當不成了 這一輪必須得交 我們兩個投票卡 要想翻盤 其實還是 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但是我們交橘還是不夠 你倆想當貓是吧 我本來想爭取 我發現我購的票購不上 但是我的票足夠衝爛你們 我 是 衝爛歸衝爛 對 所以說就是和平一下 我們人前聊的一套是屬於他們的 對 這個私下是我們自己聊好的 是的 那這樣 你就先不說衝爛的情況 你能不能給我一張票 我保證不打你 你就不打我 當然如果你要搗亂 那我也沒辦法 我懂 但搗亂肯定是最低的情況 損人不利己 四方沒有談妥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會出現的是這個多貓的結局 這個時候我反而是可以嘗試激流勇退一下 我有一個問題 你現在還有幾張補師卡 就一張補師卡 你能不能說你要當五還是六 我想當五啊 六之後大家都是勝的全會充滿 史凱二號也有 他一定會上一輪 對 這等於有七個人搶四個位置 不可能再有人嚷了 一定是你去賭一輪 彈起來來了吧 你還有 我有比較多的投票卡 我有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不考慮衝第六輪 第六輪 沒這麼大志向 不是還有一種可能就是 我現在會跟別人交易一張補師卡 然後看能不能再多交易到投票卡 那我可以給你補師卡 我沒辦法跟你交易 我跟別人交易 為啥 因為就是 我可以給三張 你的投票卡我看了一下 其實拉不開大的差距 而且我可以說我這輪我要繼續參與 把他們投我票 分散這個票型 你能保證我第五輪一定能出得上 對 我都不承諾說那個 我到時候投你 我直接把票給你自己投 你給我一張那個卡 我自己如果能當這個貓王的話 首先這一輪 我就可以捕獵別人 我獲得更多的血量 然後我可以再通過這一輪的交易 然後讓大家第六輪不補師我 出現多貓的結局 對於我來講風險太大了 我寧願用 比如說兩到三張這個空間投票卡 我去畫一張他的偷吃卡 那這樣子的話 後面兩輪的話 就可以平穩地度過了 OK 然後你盡可能衝大 對 我會衝大 對 然後上來別打我 我會衝大 衝大 通過這種方式去交易 讓曹恩奇獲得了這個補師位的話 他基於我的這個交易 也不會再去補師我 我現在告訴你的信息 我跟恩奇做了交易 就是證明他上路不上 他可能會衝大票 你可以考慮就是上路 上路不那麼高的票 留給四票就 對我覺得四票 我覺得可以 你可以留到下一輪 可以把這個 我跟曹恩奇之間的信息差 賣給王子 其實我也不需要投任何票給他 我就可以獲得他的這一張 固補師的這麼一個機會 離自由階段結束 還有五分鐘 可能咱倆聊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恩奇啊 如果你們想上 我可以讓位置 就是 你倆任意給我一張票 誰給我都可以 不是我就 咱三個聊一下好不好 對 咱三個聊一下 反正下一輪就王命博 那沒辦法 你去第六輪 我第六輪不給你爭 我來爭第五輪 但是我第六輪不一定爭得過呀 我需要一張卡來去幫我爭第六輪 因為我覺得只有六張卡才夠 我可以給你一張 然後但是就是 OK 就是你如果第六輪 絕對不打我 我也不打你 你們倆也別打我 但是你也得答應 這輪不打我 可以啊 然後恩奇出一張卡 我直接退出 也可以啊 不是 因為其實投票卡後期對於我來說 是沒有用的 我保留一張 我最後一輪投給你 好不好 呃 我覺得 最後一輪 你有可能會被別人拉去搗亂的 我希望我自己把 把握在手裡 可以加入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那皇子的比如說 那第六輪 你管中也不打我 然後我讓這個交易出去 可以 六輪我不給你搗亂 您只要把這六輪搞我就 那那這樣吧 我六不搞你 我在第五輪結束跟你聊 其實 什麼叫第五輪結束跟我聊 不是 肯定是這輪就聊吧 呀 我跟你說一個事 你說說一下我跟你單獨說一下 好好好 聽完了你就明白了 嗯 你給了我卡 我就退出了 我跟你去跟皇子說 只要他不是跟你競爭第一和第二的關係 他就不不是你下一輪 怎麼樣 可以 你覺得一張卡我覺得他可以 但還有一點就是 皇子他雖然讓人家不是卡 他不一定有那麼多的投票卡 對 這是 那所以他這一輪肯定要先上一輪 對第五輪他肯定要先上的 但問題是第五輪他先上的話 他已經也會消耗一些投票卡 那第六輪的話就有朋友九號和你 我覺得九號 我個人認為啊 九號會打打過他的人 因為他 我 我打過他 那你怎麼這麼草率打人家幹嘛 但是我那個時候沒有辦法 就睫毛毛已經說好了嘛 對不對 九號打我的話 那我的位次就會降低很多 這很重要的 我和你都沒有不是卡嗎 對 你就不用說 我不是冒充我又不是卡嗎 就讓他們保護我們 我聲稱自己有一張捕獵卡 這樣的話呢 可以讓場上的玩家 會有更多的擔憂 保護自己不受到攻擊 下一輪你再用手裡的卡 那保險命就完了 我就知道 好吧我爭取去外面 才能爭一點卡回來 好吧 怎麼爭 想辦法吧 我不是我好聰明 你不想辦法 懂了吧 想辦法 快哥你現在怎麼辦 恩齐你什麼時候上恩齐 下一輪對不對 不是我第五輪 第五輪 快快快快 算一下 那現在你就你上了 幫主還上嗎 上啊下一輪上啊 啊 總票是50張票嗎 30唄 就30嗎 30現在我椅子你的你的 我他的還有他的他的還有他的 哈哈 對吧 你椅子這麼多個人都嗎 這三個人是怎麼湊出20張票的呀 誰說他沒有20張啊 幫主這一兜都是票對不對 哈哈也沒有那麼多 不對不對 那我就是我算錯了 哈哈 史凱不要算數 不要算數 不要算數 他沒給你算出24.5張票 你們三個沒騙我的情況下 誤差在一張以內 哈哈哈 我就你不要算了 你算給我 你別管 大人是十 社會上的少打 社會上的少打 哈哈 哈哈 他真的他為了算最後的票數 一張草告指定完了 各位玩家 自由階段已經結束 現在 進入 行動階段 各位玩家請選擇本輪的行動 進入投票時間 請各位玩家依次進入投票間 進行投票 選出本輪的貓 兩張還三張呢 我感覺沒能搗亂兩張就行了 要不要讀醫生 也會有人給自己投兩票搗亂嗎 不至於 不解 讓我糾解一下 讓我跟你說 但下一輪至少得有三個人會去搶 外志位再收一票七票 讓我自己還要八票 第五輪應該外志位 加上我手上 一共有三十張票的情況下 成為這個小貓 可能也要在五票左右 只有我跟恩齊兩個人 會竟致這個大小貓了 那我就覺得說 那五票就不至於了 三票應該可以防一手 這個比如說 有人導彈之類的 兩票的話 肯定是風險最大的 六號玩家 請進入投票間 三票 我選擇 甚至是 我選擇 來 我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我選擇 你們選擇 9号对象是 9号玩家 请进入投票间 选择你的投票对象 加油9号 都打破这场讲局 一人给他投两票 一人投两票等于没投 9号的打法太老实了 感觉是不忍心 他说做不出那种角局的事 他太老实了 咋的那不就当你了吗 不要这样 本轮投票已经结束 首先 公开各位的本轮行动 一号玩家 狂炫 二号玩家 炫 三号玩家 炫 偷吃 五号玩家 独猎 六号玩家 独猎 七号玩家 独吃 八号玩家 好吃 好吃 香 香香香香 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 来了一张捕猎 就有意思了 九号玩家 有点惊喜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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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吃 现在公布本轮的投票结果 又是和平一战 我估计是 六号玩家 八票 四处 四处 三处 四处 你是否给我投 你给你我投 我投给六号玩家 一张 两张 八张 五号玩家 两票 四号玩家 谁给四号投的 害我是吧 不会是你自个吧 四号 少帮主说他想最后一轮冲 我当时就在怀疑一件事情 他愿意当一只小猫的话 应该会给自己上一票 四号玩家 一票 其余玩家零票 赌对了 应该是这样 如果没有人搅局的话 他最多外置位有一个一票 很少会出现两票的情况 所以说呢 我就大胆地投出了这两票 我就只投两票 一方面呢 属于一点点自信 然后主要呢 其实还是搏一搏 就是有人尝试在搅局嘛 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们当时商量的是 应该外面可能会有一票的 来进行破坏 但是不太可能有三票在破坏 四号玩家 投三张 自己带走 所以本轮 五号和六号玩家 为猫玩家 其余玩家 为老鼠玩家 所有选择偷吃的老鼠 加六点生命值 首先请六号玩家 选择捕猎的对象 那我就捕猎这个场上 这个 这个 最少的 九号一下 不行 不行 直接你们两个一人抬一个 行不行 对 我打一你打九 刚刚送走小朋友 我打这个场上就是分数最高的玩家吧 二号玩家吧 六号玩家 捕猎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扣除八点生命值 六号玩家 增加八点生命值 九号玩家 就现在我知道你很想这轮上 或者下一轮上 但是下一轮我们达成一个交易 就是我们不管第六轮怎么冲 如果出现多猫咱们认命 如果不出现多猫的情况下 不补是他 我保证第五轮我不打你 好 但你第六轮保证不打我 可以 你就差我这一张吗 对 确定 我就够六了 对吧 五号玩家 请选择你的捕猎对象 没事 我都行 我真的都行 是 九号玩家我们做了这个协议 答应了 八号下 做了交易 八号我们也做了交易 七号我们也是 六号不不良 五号选择嘎自己 一号选择嘎自己 确实是利益互换 确实 然后这个二号呢 被打过了 虽然你选择多 那根据规则 因为一号我们暂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 一些交易 所以说 没关系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客观综上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对不起 对不起 五号玩家捕猎一号玩家 五号玩家增加八点生命值 一号玩家扣除八点生命值 你投给了谁 五号要我的票 你们也要我的票 你们俩我都想投 都没投 端水大师的细节拉扯 所以都投就等于都不投 都没投 你说你这一边都没投 对 不是我确实啊 你让我投 我真的想给你投 他让我投 我也真的想给你投 别说了 郭文汤 就是想藏票 你就不要拆穿我的话说 就是想藏票 不是我觉得这个藏票的 解释很合理啊 本轮生命值已更新 请注意查收 现在进入最终轮次的自由阶段 限时15分钟 倒计时开始 有可以吗 可以啊 我给 可以 好 我直接给你 太好 嗯 现在直接给我 可以 我可以 就一个 对 就一个 好 谢谢 就给你 好的 好 那我打 肯定打 就是9号当时的话呢 手里应该有很多账票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过 所以他获得猫的概率是很大的 所以一开始就会把我的一张卡 交给你了 是一个非常善意的行为 那我估计他应该 既然收下这张卡 就不会去打我 在此情况下呢 我只要用另外一张卡去说服 另外一位就可以了 我的票给你 我希望你当猫 待会别打我 谢谢 好 你 那你能现在先把票给我 还是可以吗 可以 你是要给我一张票吗 我去一张票 就一张 可以 行 那你先给我去 我去要 你去要 可以去 我 我最后的希望就交给你了 好 你不要这样当上 我要是没 我要是没了 我们就没了 好 行 好 谢谢 那黄子其实我跟他还是有合作基础的 所以最后的话我还是选择了这个黄子 聊聊 他先跟我聊 对他先聊 那早点再聊 马上聊 你现在 就是赶紧去找所有有票的 我已经够了 你要的票 除非是你们两个人最后头一个人 我现在是有比现在剩余多一半 你现在几张票 我现在九张 九张票了 你要谁 最后还有十九张吗 对 你要的是谁的票 呃 小何 OK 你要到手了 对 要到手了 那就没问题了 哦 呃 我报黄子了 那你现在有多少张票 我五张 我被黄子只充一个 是 你们 你们现在 你们俩一共有几张票 我跟黄子一定大于八 一定大于八 对 对 他现在都在去聊 我不知道 你现在有什么情况 那如果我们 我们撒队一下 可以 你必须得抽 对 我现在肯定要抽 第二呢就是 我不答应了 你否是谁 你能告诉我一个 我们的X身份是谁 你想補是谁 收尾器 没有没有 不追不追 就收尾器 我刚输了 说游戏而已 真的 可以 其实如果跟你们结 就是确定结的话 我只能打二 对 不是你打几 你现在能打几 你打一了 那没办 我这是一 我觉得别打人一了 那我没有人能打的 那我该打谁呢 那我该打谁呢 你现在手里几张票 还有没有人帮你投 你说一下 我现在手里一共有七张 外面还有那个谁的一张票 就是 文涛的 文涛的没给 没 那你俩谁 一二一七嘛 就谁定一下 谁去收七那张票 谁去收二的票 那我去收七吧 我上 顺便问一下六 搅局的话你有可能 是有这个可能 对啊 你要搅局的话有可能 但是风险也高吗 就是风险也高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风险越高越刺激越 先让他聊 啊 好 你跟他聊 我们上一轮 我有答应你 就是我这一轮 当然有啊 有是吧 对对对 我我问一个 冒昧的问题 你问 如果我没给你 你是不是一定会打我 这足备你愿意给我们 我肯定给了 我肯定不打你 没想好 我我知道 我给了你 肯定你不会打我 我的风险很高 所以也在摇摆 包括我第五轮没有投票 我也是想留两张 第六轮保命 所以你能出到多少人抢了 我现在肯定是够了 我就把那卡给谁 另外一下一共还剩 十九这样的牌 然后就是 只要给你 肯定不打是吧 肯定不打 我现在 有将近半 那我可以给你 好 好 给我吧 你要再跟他们打 我说我再 只要在进去 可以 可以 是吧 因为不确定 后面有什么变数 所以我要把卡 给到猫手里 才能确定 这轮不会被阻止 你应该是没了 一张票都没了吧 对 你剩多少票 你还有吗 我有 你还剩多少票 一二三四 我现在有四张票了 场上总共就十三张票了 场上一共十九张票 我告诉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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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不对啊 真有 我把我的本机拿过来 第一轮是五票吧 第二轮是六票吗 五加一吗 对吧 我当了吗 第三轮是七票吗 五六七六十一 还是要十九张吗 五十九张票 你你冲不上去 我有五张 你顶 你给我的话 你那下四张买 那就是四张 你自己就一张 对 家长 他就是学生 你说你那会冲腿 哎那那你夹着红 夹着他 那你怎么冲 他想把我们所有伞票都给他 你们伞票都没用了 伞票凑上去都 送你送不上去 那个 我可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让这个排名靠前的人 必须得要补视一下 被补视一下是吧 所以说场上必须得出现猫 五号这一轮 这一轮是猫 必当猫是吧 他一定会冲的 那就让他搅了呗 在最后一轮还是想要 发挥一张扑 也卡最大的 就当一回猫的 能败吗 对吧 就是你要么就成功 要么就十万 当时算完票以后 应该是没什么信心 喷喷 喷喷 就你的你的最后一张票 咱们到最后一轮 自己人自己到最后 我给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个头 我给到你一张 我帮他重两票 好 保证他遥遥领先 可以 然后你现在是 你加上这两张是七票 七票 对 七票肯定是点 就完了吗 现在一共四两票 对 然后小河 小河文桃 其实在想要不要 要不要搅 新疆过了 咱就玩了就得了 对 咱把他搅混吧 你怎么搅 来你教我 变成两个平票 你怎么控制呢 你这里还有一张对不对 还是不只两张 但从我的角度 我肯定稳妥起见 我是要给那两个 最有可能成为猫的人 这样他们不会打我 七现在在犹豫 要不要跟那个二一起 搅局 可以 让他去搅 搅不动 为什么 现在你是七 你是七 二七十四万的 还用五张票 十四 外面还有五张票 我手里还有两张票 那咱们就剩三四张票了 怕谁呢 那这三四张票 如果他们四张票 全冲到我头上来 你就六 我就六 给我一张 对 你就六 我给你弄到十几 你有几张 三张吗 不就十了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打到六刚好 就是十大十了 他不可能全都给你一把 好 那你给我一张去吧 我把这四张都给你 一个十一的办法 自由阶段结束 请所有玩家回到大厅 进入下一阶段的游戏 我们仨就直接冲了 我们不公布我们的票数 我们仨直接冲 你们愿意搅就搅 我们就 你们要是愿意保一下 就给 可以 终于来了 我带着你了 我就给你 我还说 我也还要 一张 你要吗 你 如果你要不要的话 我就给他俩 你应该给我了 人跑要给了 我朋友也愿意 然后他是打七 谁打七 你 那他打二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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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傻业你不要吗 现在没法要了 傻业 我没人可以拿 你要打我啊 我现在 你说的我最后只要给你 你就不打我 你看不是没想法吗 对啊 我最后我给你啊 九号 把这张给我 哎 立的 你这么厌 你样子真不知道 你就说我不收你的 给我拿走 好 硬气点九号 你硬气 我我我我我 我现在不行 我现在不考虑我打 对吧 我硬气 我先不收 你可以考虑 我真的不行 因为我确实没有配搭的人 我我可以先不收 但是我不打 你让我再 你收 我硬身不收 九号这么远 我就马上给你投一张票 我不玩了 我都自己不双双了 你还在自己扣 我让我想 我像我像 我像 你想的 打这个小好不好 这票 你给我 你给我 要走 你给我 二号 给我 给我 不是 我从来没有说不给你 我没有看过你 别走 九号玩家 请进入投票间 我问了他一句 我说 是不是只要 在你进去投票之前 我把这个卡给你 你就不会打我 他说是 那我就知道了 那我只要最后再给他就好了 我最后做出的决定 就是我 我选择投了你们两个 这就是之前的程度 我把票给了你们 你们就应该 保我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请八号玩家进入投票间 我可以了 请八号玩家进入投票间 等一下写错了写错了 写错了 写错了 我是五号 我是五号对吧 这一会儿紧张玩犊子 还偷忙 有了 后位设备 本轮投票已结束 首先 请各位玩家公视自己本轮的行动 勝baby 忽略 偷食 偷吃 偷吃 忽略 偷吃 偷吃 忽略 投资 现在公布本轮最终的投票结果 四号玩家 一票 投资 四号 五号玩家 就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担心的 只要帮主不反水 那应该是十拿就稳 但是竞技类游戏来玩的话 其实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 五号玩家 六票 九号玩家 我把这四张投给你 你都十一票 九号玩家 十一票 七张 投给九号 九号这么连 我就忙给你投一张票 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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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玩家 零票 所以本轮的猫为五号和九号 没毛病啊 在场上闲着 也是闲着 所有选择偷吃的老鼠 加七点生命值 选择捕猎的老鼠 扣除九点生命值 九号玩家 请选择你要捕猎的对象 最精彩的来了 九号玩家的抉择 真的是很难 当时就是很很难受 因为你三到八号都帮过我 然后我们几乎都有一些 大海上的承诺 谁他几面 跟他的二乌 真的就是心太软了 还是应该 拒绝乞讨 拒绝问唐老师 就这样子 不用 好 没有想到他们三个人 达成了一些招业 想出来之前就决定 好 去捕食谁 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但是时间的最后一刻 我做出了我文勇的选择 我应该得到 他们最后的承诺的 你要扛我 可以吗 史凯老师 我真的 对不起你 但我确实跟史凯老师 没有什么利益互换 他也没有跟我有过什么承诺 因为我不砍你 也有另外一个人也要砍你 没事 没事 砍吧 那这不是给五号玩家难做了 人家五号玩家跟你约定好的 是吗 我们不是说 没有 看这个没关系 游戏是游戏 游戏是游戏 我们看这个 这只是咱们杀手的 你自己考虑 你自己考虑 可能真的是脑子太混乱了 最后我跟少帮主和黄子聊的时候 我真的记得是我们两个人去到二和七 不记得是他们让我去到七 他们去到二 九号玩家 砍 九号玩家 捕猎捕十 捕猎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说了 别太为难 九号玩家 请选择你要捕猎的对象 我确认 九号玩家 捕猎二号玩家 九号玩家增加九点生命值 二号玩家扣除九点生命值 五号玩家 请选择你的捕猎对象 你讲两句 我讲两句 就是五号玩家和九号玩家 因为我们把卡换了一下 当时沟通的是 五号玩家去捕十二号玩家 九号玩家捕十七号玩家 这是事实 但九号玩家去捕十二号玩家了 就是有九号玩家自己的原因 这当时是这么个情况 我作为一个证人 那具体五号玩家最终会怎么捕 我也管不了 但是玩一捕了 你要是觉得行 我也无所谓 就是排除另外一只猫 这一轮的投票 八号玩家是直接给了我一张卡的 同理其实七号玩家也在 最后结束的时候是给了我卡 然后六号玩家和我五号玩家 是在第五轮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做了这个协商的 然后且四号玩家呢 这个就不多说了 四号玩家这个帮了我太多 然后三号玩家的那张卡 其实也是被我投进了那一轮的 捕号 所以说其实我的捕食 只能在一号跟二号进食 这个是一个确实比较客观的一个结果 由于这个也是规则 因为二号被捕食了 所以说还是再一次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一号 真是对不起一号 真没事 真没事 非常算是对不住 也感谢我们一号则林吧 就连着打了他两次 就也就是给他血量打得 一直那么不健康 因为我跟他也特别熟嘛 然后在游戏里边 就挑熟而下手啊 这小子 今天他晚饭我来请啊 五号玩家捕猎一号玩家 五号玩家增加九点生命值 一号玩家扣除九点生命值 对不起 整场游戏的轮次已经全部结束 现在发布本场游戏的最终排名 我觉得帮主吧 不管是这个五人弱阵营 还是三人强阵营 还是整局里面 他都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 他从头到尾没有被捕食过 我觉得我这点表现就一般 因为我发现这个游戏 如果说大家太坦诚地玩的时候的话 就会导致去捕食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对象可以选择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这个游戏 大家要先散开玩才好玩 先结盟玩的话 就是感觉 好 你当猫 你俩当猫 好 你俩当猫 好 你俩当猫 就是正常吃 最考验的是沟通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的博弈 在这个利益的博弈上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 我真的是 玩到后几轮 尤其我第四轮被打的时候 真的有点高血压 我发了 需要再玩一次 我看想跟别人交涉 我有六张投票 全给你 你换两张偷吃 你换不换 就感觉这个游戏 很难 蛮遗憾的 下一次玩就是有惊讶的 我一上来就是去结盟 本场游戏的冠军 在5号和7号玩家当中产生 要恭喜的是 5号玩家获得43点生命值 收获9枚森林徽章 来来来来来 7号玩家为本场游戏的第二名 40生命值 获得8枚森林徽章 再次感谢大家的认真参与下场比赛 再见 我认为黄子红凡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他在最有力的第五轮和第六轮都获得了捕食的机会 且得到了别人的支持 很有实力的一个玩法 而且也是胆子很大 你玩得好的就是 3号4号5号还有我 黄子林通过他对于这个投票的规划 以及他和其他人的谈判 能够保证自己成为这只猫 两次就是玩得好 首先我觉得肯定还是最感谢帮主 就是军师出谋划策 手脑 今天的每一轮就没有第三个人会去参与到这个 就大家都非常的理性 就选择了一种非常和平的打法 就是也是没有想到的 可能我觉得大家多玩几次 更加熟悉规则了之后 然后大家都互相坑过对方几次了之后 可能就会变化会更加多吧这个游戏 下一场游戏就是要把心态摆正 我这一轮就是来搅局的 一定要把这个局势给它搞乱 让这个游戏变得好玩起来 这才是我的目的 名次不重要 这个游戏是一个全新的阵营游戏 我们队下了一盘大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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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机械太多了 抢钱还是赚地 我想赚地啊 地很重要 你去抢地盘 我想抢钱啊 一定是要先赚钱 可能拿金币更赚 下一轮他们一定会绑架你 把房子绑了 这游戏感觉是一个非常需要谈判的游戏 发动技能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赶紧把队友找出来 队友可能跟你成为队友 你跟他是队友吗 我是你队友 说你的身份是不太阳 你们仨又不是一队的在这儿聊啥了 我们不用找队友 我们在找对手 我已经在杀了 为什么老要抢我们的地啊 公平一点就都互相不抢地了 等两个地方跟别人节目去抢钱 我们要不要看下刚才那一条 先把你们势力给削弱一下 你们出一个人抢7 我们出一个人抢4 火树想传逗我们 去抢你的7 六个人一块干这几块地就行了 那必须干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边人说变就变 感觉不好弄好难啊 完了 大家没一个说实话的 都想玩点话的 就是硬片 这游戏没有真话了呀 看录像我没绑 过分了我感觉就这样 你在这段出场聊过分吗 贪了贪心了贪心了贪心了 欢迎你踏入森林的游戏 森林里危机的游戏 为了生存下日 你必须了解这里的发展 这是一款生存战游戏 游戏开始 你起用了21次 通过50个人 你能够获得血量 最终血量最多的玩家 将成为森林之王 游戏将分四轮军星 每轮都会有三个阶段 你可以在自由阶段 交易血量和交换卡牌 在不许阶段 不是他人 在进化阶段 进化其他人 游戏过程中 需要更严重 每个人的身份派出 而不是成功 不作失败 取决于你和对方的身份大调 根据游戏述设计 准备克制关系 一天恢复 请说一遍遍其他人身份 先行选择自己的目标下 现在 司令通报已经开箭了 打开芒果TBI 通过分析费化 与其他冒险者 会终于玩战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